部長跟租局長 請麻部長租局長 部長您好 這個出發公路啊 現在已經是單線雙向的通車 就是3.5噸以下的車輛 可以暫時的通行 那接下來是因為這個元旦的連續假期 我想我們花蓮的鄉親 宜蘭的鄉親都很關心 這條路到底目前的狀況是怎樣 什麼時候可以這樣的一個正常的通車 跟委員報告 這個我的了解 公路局他們是在這個28號下午 這個3.5噸以下的車子 可以單線雙向管制的方式之下通車 不過呢就是說 這個事完全是為了因應元旦長假 那但是元旦長假之後 我們下一個這個這個時間點是春節 春節我們希望讓它能夠 春節之前能不能 我們希望讓它全面開放 然後為了要因應春節全面開放 它現在整個的施工方式啊 會需要大概稍微要往這個山側 要挖開一段 是 所以這個挖開一段目前還沒有進行 那部長在春節之前能不能 對對對我現在就我現在就接下來報告 現在就是說我們元旦這個 這一假期我們讓這個小車可以通行之後 我們元旦之後可能基本上還是要封路 讓讓我們有機會趕快去搶 元旦之後還是要封路 對我們要這樣把山邊可以搶通 然後像春節之前能夠完工 對春節的春節之前就搶春節之前完工 然後讓所有車輛都可以恢復正常通行 那目前在春節之前完工的這樣的一個部長有沒有把握 我認為應該是應該是有把握啦 因為那一段不長 我們可能要往山裡面挖一點 然後那樣的把他陸基才結實 部長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這個五陽高架路段啊 在揚美的這個收費站之後 這種小型車從ETC的這邊通過之後 他要銜接的這樣一個五陽高架段啊 然後在這個部分大概只有八百公尺啊 他還要向右橫移大概五個車道 這五個車道移過去之後 原本從地棒出來的大卡車大貨車會形成一個死亡交叉 現在民眾都有這樣的一個疑慮啊 這個部長是不是能夠簡單說明一下 國公局有沒有人在這裡 我想這個問題啊 我的了解就是說找他們研究過啦 我想講死亡交叉啊 這個可能嚴重了啦 事實上這個整個的這個距離啊 照國公局他們的判斷 他們給我的報告 這個距離作為這個交通交織應該是夠的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 他們現在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說因為現在是ETC嘛 ETC事實上就是大車小車啊 原則上是可以走同個車道 讓讓讓讓讓這個儀器來辨別他大小車了 所以所以我們將來啊 國公局現在也在也在做這個這個 這個距離是不是夠夠了 就說小型車你要往右橫移 現在重點 大概八百公尺就要接這個 對我想委員委員很內行啦 然後大卡車大貨車 這個距離是不是夠長 沒有跟委員報告 因為當初國公局這樣的一個 他是理論上的一個 沒有沒有沒有跟委員報告 現在實務上這個部長要去 對我想我想現在國公局在做的規劃 應該應該可能很快可以實施啦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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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外側車道 現在雖然是用線就是大型的車的ETC車道 但是但是ETC因為是儀器嘛 儀器在同一個車道裡面 大車小車他儀器本身應該可以自動判別啦 所以呢將來如果要走外側的這個 走上走上舞陽高架的這一這一些小車 將來呢我們在前面會做告示 他乾脆就走外面的這個大車的這個這個車道 然後呢就是說讓儀器自動去辨別 要像這樣的話就是你要走外側的這個高架的 喬的這些小車這樣的不必非要從走內側不可 然後這樣一路穿過去啦 部長這個我想請部長啊嚴加的 了解了解了解我們再注意這個問題 我們的這個國人的生命差點 是是是一定啦 這個因為我想在一週內啊 一週內請國公局啊 去現場嚴格的觀測 是是是是 看這樣的一個車輪 他們是交會的狀況 了解了解了解 應該要保障啊所有用路人的這樣一個安全 當然是 哦現在部長我們現在這個高鐵啊 在98年的時候啊 這個經營非常的困難 也有倒閉的這樣的一個危機啊 啊也有賴政府啊 伸出援手居中牽線啊 讓公股銀行啊能夠接手 所以啊他們貸款了3820億 這3820億啊借薪還救 讓他減少啊一年減少20億的利息支出啊 啊所以從100年開始啊 高鐵也開始啊轉虧為銀啦 那轉虧為銀 不過在目前啊我們看到整個這樣的一個 座位的這樣的一個佔用率啊 座位的利用率啊 客座的利用率大概也是只有五成就表示說 大概還有五成還是空位啦 還是空位 那這樣突顯兩個問題啊 第一個啊就是這個票價的問題啊 必須啊真的是要好好的檢討啊 票價降低啊 才能夠讓更多的人搭乘 我們現在啊這個票價當初這個 部長應該很清楚啊 部長高當初也是高鐵籌備處的處長啊 我們當初設定一公里的這樣的一個費用啊 大概是給他票價制定3.655 3.655塊 那目前呢 也是給他啊 除了3.655的這個基本費用之外 我們還給他有20%可以調整的這樣的一個幅度空間 所以啊 就是3.655再加上這個20%的調整的空間啊 所以到目前的票價是1490了 部長 你看這個票價合理嗎 你看昨天的那個 現在這個 中國的京廣啊 他通車的 他的這個票價 一公里啊 大概3.6元 3.6元 那我們高鐵的票價 4.3元 4.3元 所以啊 這個票價的問題啊 是不是 我們 應該啊 更要求高鐵啊 去思考 你要讓更多的人來做啊 你 票價的調降 票價的調降 讓更多的人做 你賺的錢更多啊 你為什麼一定要那麼高票價 然後讓一半都是空位這樣 這是正確的經營方向嗎 各位委員報告啊 高鐵目前大概尖峰時段幾乎是滿座了 這個 這個所以呢 他整個現在情形基本上是離封 所以可以用尖峰跟離封的 離封 離封還有空位啦 尖峰 我自己常常做 有時候尖峰我自己都有買不到票的風險啊 甚至於我 有一次我自己搭 我都要去買這個商務艙才行啊 這個一般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普通 我常搭啦 我一天可能有時候要搭兩三趟 我想他整個這一部分啊 我想當然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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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探討啦 不過基本上就是他這個一定是會跟他的財務計畫互相牽動的啦 然後也因為高鐵現在座位啊 在尖峰已經有不夠的這個情形 所以 他現在才要進新的車進來嘛 所以我想這個 這個是一個通盤的問題啦 部長他要進新的車進來 當初高鐵買的車啊 這樣一列車啊 大概是一億 那現在啊 買的車啊 是 高達十七億 這個價格啊 差的非常多啊 那是不是說 一百年開始賺錢了 然後高鐵就要開始揮貨了 買新的車這樣 你現在 在座位只有一半的人 在座而已啊 然後你現在又買新的車廂 現在最主要是因應尖峰啦 尖峰他已經發不出車來了啦 尖峰時段其實他應該在加班啦 可是他現在就是說 因為車子已經不夠了 然後我覺得買車這個成本的問題齁 我想可能也要 也要 我們也要合時來看嘛 因為現在等於說 這是多少年前的訂 訂的這個車 那現在多少年下來 整個的這個物價啦 等等各種因素 當然也也會包括說他現在 他現在 我可以跟各位委員報告 他現在 他現在買的車 事實上是訂做的啦 因為日本現在已經 他主流的車子已經不做這種車了啦 幾乎是有點 當時我們是以七百型去做一個 對現在還是七百型 他們現在已經 不是七百型 對他們現在已經不是這個 所以也有定價上面 因為是訂做的關係啦 不過我想跟委員報告啦 他們的整個這個財務狀況 我們是事實上是盯得很緊的啦 因為他現在所謂有所謂盈餘 這個盈餘事實上也是沒有辦法 不可能入他們的貸 入他們股東的貸 一定是要拿來還債而已 我剛才跟你討論的就是說 在高鐵這個營運的大方向 你這樣一個1490的這樣的一個票價 的確是偏高 連中國都比我們便宜啦 當然全世界來講 我們要4.3啦 全世界來講 我們的這個票價 事實上比日本 比什麼事實上都便宜很多很多啦 我也要這樣報告啦 不是啦現在高鐵又在說 因為這個電價的這樣的一個調漲 所以他們啦每年要付 多將近1億的這樣的一個電位 所以他們考慮要 調整這個票價 部長我這個覺得萬萬不可 跟委員報告啊 你多1億的這樣一個電位 但是政府伸出援手幫你啊 你一年減少了20億的利息支出啊 這20億的錢難道不是全民的錢嗎 公股銀行的錢難道不是全民的錢嗎 不過我想這個我們 所謂公股銀行的這個利率 事實上還是高於一般的這個 這個收入的這個利息啦 那然後另外呢就是說這個 在整個這個票價方面 我覺得當然是可以來檢討啦 那但是呢我覺得這個是 跟他整個的財務 要財務計劃 部長我們當初設計高鐵的時候啊 就是說以一天18萬的人次的話 高鐵不但 可以支付利息啊而且還可以賺錢 那現在平均是十二萬人次 就已經賺錢了 這就表示票價一千天高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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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種所謂賺錢 所謂賺17其實用來還利息還是不夠的啦 因為他除了還利息以外 他現在還有一大筆錢沒有算是他的折救了 因為他到了這個35年到期的話 他整個要無償還給政府了 然後那個時候換一支他 他也有上千億的這種折救費他要打消啦 所以這些都是負擔 這些負擔甚至於是三千多億的利息之外的負擔啊 這個早鳥票啊六五折啊 很多朋友都說這個六五折早鳥票 是傳說中的六五折 因為在這個重要的節日的時候啊 很難訂到這個早鳥票 在元旦這個連續假期啊 很多朋友大家都在抱怨啊 買不到這個傳說中的六五折啊 這個部分是不是請部長說明一下 是 局長 好 李委員 那事實上高鐵為了他促銷啊 尤其是離空階段的這個票啊 所以事實上他有早鳥票的推出 六五折 八折 九折 所以事實上啊 夜離空的時候啊 尤其在最離空的這個 這個接近這個半夜的時候啊 他是啊有六五折 比較多的這個票數 可是比較正常的 這個次間轟或或怎麼樣 這個四三六五折的票是比較少 所以事實上打六 所以說你到底有多少六五折早鳥票的數量 你應該讓社會大眾去知道 透過網站相關的資訊 讓我們社會大眾知道 不然大家傻傻的等在電腦網路面前 要等十二點一到要定 一上網就當機了 當機了之後半個小時可以上了 票都沒有了 這個應該讓社會大眾去更清楚的知道 部長我最後一個問題請教 我們現在這個立法院出審通過啊 以後就會取消這種 升高的 六歲是半票 但是半票 一百一十五公分到一百五十公分 是半票 那現在啊 取消這個升高之後啊 那以後 我們這樣 六歲以下的 他們 這些小朋友 他們是要戴戶口藤本是不是 我們相關的認證 交通部有沒有做 初步的想法 我想跟委員報告 現行的規定裡頭就是得嘛 可以有身高也有那個年齡啊 所以說原則上呢 我們會配合來修改相關的一個規定 那當然是 身高跟年齡都同時 像現在一樣 身高跟年齡都同時可以使用嗎 還是說以後就是用年齡 作為主要的一個判斷 我們大概就會配合法 法律的修正來做修正 大概就是以年齡為主這樣來做 那至於說實務上 因為現行已經有這樣的規定 也沒有發生說 除非是認定上真的很困難 原則上大概 這些營運的機構 都不會要求民眾出示相關的證明 謝謝